那只剩我们两个了 我该送你回家了 你到底为什么总是拒绝我 电锁正在追寻 发明压制变种人超能力项圈的科学家阿德勒 他来到了一片冰天雪地的山顶小屋 沃伦卧星顿三世 也就是天使 在这里和一个女孩有悔 一言不合 电锁和沃伦展开了激烈的枪战 子弹在空中呼啸而过 在一片混乱中 沃伦被击中后从阳台摔了下去 他天使般的翅膀张开 减缓了下降的速度 趁着沃伦受伤 电锁把注意力转向了惊恐万分的女孩的身上 经过严厉的审问 他得知阿德勒博士 此前已经前往了苏格兰的密尔岛 电锁意识到 这个情报的严重性 想要尽快离开这里 就在此时 沃伦奇迹一般地再次出现 像天使一样优雅地在空中翱翔 电锁朝他扔了一颗闪光弹 然后逃走了 女孩被闪光弹弄得晕头转向 慌乱之中捡起一把枪 却意外地射中了天使 让他再次从阳台上跌落 在苏格兰的密尔岛 泽维尔教授向他的科学家好友 询问和阿德勒的研究相关的问题 好友回答说 阿德勒并不是变种人研究中心的正式成员 只是一直在借用这里的设施进行研究 他们试图进入阿德勒的实验室 展开进一步调查 却遭到了嘴挠 泽维尔只好用超能力 探查阿德勒的思想 然而 这一举动引发了强烈的精神反噬 让他震惊不已 与此同时在X学院 大家还在继续重建 被红坦克摧毁的家园 气氛十分紧张 小淘气 由于不能和心爱之人有肢体接触 而备受困扰 难受的他 做出了一个危险的决定 寻求阿德勒的变种人解药 尽管遭到了金刚狼和风暴女的反对 他还是前往了密尔岛 到达之后 他被卷入了变种人罪犯火狂 和山崩的对抗中 他迅速制服了他们 来到变种人研究中心 要求阿德勒 把他变成普通人类 然而他并不知道 阿德勒 其实是魔形女甲伴 奉天启之命行事的 怀着险恶的用心 魔形女甲一同意了他的要求 启动了一个可怕的计划 电锁也来到了密尔岛 他准备直接解决掉阿德勒 随着火狂和山崩 绑架了这个科学家 局势不断升级 最终导致了一场大规模的对决 在混乱中 小淘气 泽维尔 雷射眼和琴都加入了战斗 雷射眼释放出强大的光束 击飞了电锁 琴却不小心挂在了悬崖边上 幸亏小淘气反应迅速 才保住了他的性命 混战结束之后 小淘气决定不再寻求解药 他接受了自己的超能力 想要用它们来做好事 不过 认为自己是怪物的天使 渴望获得解药 这也为新篇章的诞生 埋下了伏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